所以其實我們在學人會以前在做什麼 有點像是說我今天就是有相當的權利 就是代表學生去參與校級的一級的行政主管會議 在學校所有的決策之前 我們的學生代表 我們學會派出去的學生代表就是要看 學校這個政策有沒有變相的 或是過度的侵犯到學生權益 所以其實當時在學人會裡面 帶給我最大最大的改編是 其實我們會發現 很多你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甚至是你覺得不行不公益的事情 當你要去改變的時候其實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因為一個決策它之所以會發生 它絕對不是你看到的那個單一面 在單一面想像 像學校可能要蓋某棟大樓 可是那個大樓可能會壓縮到學人空間 可是學校覺得蓋大樓很棒啊 為什麼你不要 或者是學校把一些一樓的空間 給外面的廠商當成餐廳 一定很多學校都有吧 那為什麼學校這樣做呢 當然是希望為了賺錢 那賺點是為什麼呢 為了學校的營運 所以其實很多學生自己看到很多不對的事情 當我們進到校務會裡面去看的時候 發現其實事情沒有那麼的簡單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找到一個更折衷的方式 既讓學校得到它想要的 也讓學生得到學生想要的 那這是當時的一些照片 那其實學務會它帶給我最大的改變是 我們當年最有名的事蹟就是 我那一階學務會解除了師大自創校以來的門禁制度 大家記得就是以前學校不是都有門禁嗎 可是像台大政大都沒有 那師大其實長久來都有門禁制度 那這個門禁制度是當年我們在任內的時候 去跟學務會議跟校長爭取到的 那我覺得那算是一個我們大學生 大學時代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那其實參與學生會的人都是什麼人 都是對於就是政治或者是社會 有高度敏感高度熱情的人 所以在學院會圖中 我其實認識很多校外的學生會 那他們其實都對於很多的 不管是學生的議題或是對於社會議題 都有積極的參與 所以就講到第二個轉折 大家記得這個照片嗎 就這去年最有名的碳花學運 所以其實我當年在學院會一二年的時候 我認識很多在學運上跟在社運上 就是付出很多行李的朋友跟前輩們 那這也就是帶給我一個很大的重要轉折 是它後來影響到我在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 那社會參與這部分 我就是想要花比較多的時間講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是大家會比較想要聽到的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學院會去參加同志大遊行 然後這是我自己去參加那個 因為其實你知道就是社運基本上都是在街頭抗爭 那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你在街頭抗爭到底有什麼用 就是到底大家會不會看得到你 以及抗爭難道就是改變政策的方式嗎 那其實我們的一貫的解答是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站出來 其實根本大家不知道有這件事情發生 說真的在太陽花學運之前 其實維婷跟非凡他們早就在這個領域更餘很多年了 可是你看我們後來才發現大家 大家其實也都對於太陽花能夠得到那麼大美理關注 其實是始料未及的事情 那其實這方面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站出來引起一些社會關注 能夠讓很多的青年們像太陽花學運之後有很多年輕人甚至是高中生們 他們回到學校去耕耘自己 然後並且他們可能展開了自己對於社會跟政治上的熱情 以及社會參與的部分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我們開啟大家對於參與國家雜失 甚至是關心台灣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時候是在抗疫學會調整 然後這個是士林王家那一天 我們在王家外面的那些抗爭 這個最後面這個 我旁邊的就是非凡 那時候是抗疫美牛的傾銷 在立法院前面 那為什麼我們會講這個呢 是因為當時其實之前有朋友比喻 就是說如果今天一個雞蛋跟一個石頭 不管是非對錯 其實講起來有點情感 但是他說他不管是非對錯 他永遠都會站在雞蛋那一邊 意思是說今天不管事情發生 到底為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永遠都會選擇 站在弱勢的那一方 那我覺得他講得很對 就是一件事情會發生 絕對不是偶然的 他一定是緩緩扣一緩 更何況我們今天如果講的是 社會的大事 甚至是國家大事 一定是不止一個層面 但是我們這些人 我們當然是希望 站在弱勢的群眾為他們發生 那這影響到我之後 就是進了工作之後 我就是加入了我們公司的工會 那同樣的嘛 以前在學生時代 不是爭取學生的權益 後來進了公司之後 我就加入了富邦公會 去爭取我們同仁們的福利跟權益 那這對我來說 又是另外一個眼界 因為其實 如果你要真的去面對總經理 甚至是比較高層的人 在一般的 就是不管是富邦銀行 還是富邦銀行的時候 其實你都很難去見到公司的高層 但是參與公會 你真的是可以看到公司的高層 而且你可以更了解公司的一些影韻 跟一些政策跟制度 那這部分其實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如果我們要去做一點點自己的改變 甚至是對你的職場 或是對你的學校 甚至對於社會做一些事情 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只要稍稍跨圍地看 跨出那一副其實機會都在你身邊 那講完實在轉職就回到 我的初衷其實就是這張圖 這也是我就是臉書的動態時報的主頁 就是我希望是說 雖然一開始大家會覺得 你們到底是在做什麼 你們就是佔領街頭啦 甚至是有之前那個全國觀想工人 不是去臥軌嗎 台鐵的時候造成很多班司物點 那我覺得就是很抱歉這些小小不方便 但是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 在用自己的方式改變社會 那我自己對自己有個期許 就是說我其實覺得 如果你今天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角色 你是學生也好 你是社會人士也好 其實你一定都有你自己的方式 去對於社會做一些些貢獻 無論你是什麼樣的職業 或是什麼樣子的角色 你都一定有能力 一定有能力 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你要找到方法 那大家都說好我一個 我後來就想說 那我一個保險業務員 我到底能夠為社會做出手的事情 我其實後來問我自己很久 後來我自己找到了一個答案 就是說如果要在我保險業務員 會做一些貢獻的話 我有一個小小的理想 就是成立一個基金會 那這要先講到一個概念 就是微型保險 大家有聽過這個名詞嗎 它其實是由魯斯的就是 微型貸款 就是microfile是過來的 那其實這個微型保險 它的終止就是說 我們用非常非常低廉的保費 幫助這些弱勢家庭用 讓他們用很低廉的保費 能夠買到這樣子的保障 那其實這就是我保險業在做的事情 只是我針對的是 一般的中產階級的客群 那我發現出來 我其實可以來做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可以做很大 所以這樣最簡單的就是 我希望我成立的基金會 我們可以就是 透過微型保險 跟社會保險的輔助 針對這些我們服務的對象 也就是弱勢家庭本身 那我們的募款來源 當然是社會當中企業 乃至於政府 也是我們募款來源 那這部分來說對於企業 也是一種社會責任 CSR的體現 所以其實這方面 這三環環環相控的話 我認為如果有就是 明後也有機會成立的話 其實這是我自己 在這個行業內 我可以為社會做的一些小小的改變 甚至是小小的社會責任 那基金會它其實不是只是一個 提供微型保險 以及社會保險的平台 它更是一個串聯各種不同基金會的平台 那最常有目標當然是 我希望可以結合其他的基金會 譬如說我自己是針對保險的基金會 那一定有人是針對於教育的 就是已經還有針對兒童的 像立心文教 還有家庭的 以及質疑培訓的 因為很多的 這樣子的都是家庭 他們可能沒有太多的就業管道 或者是就業的培訓 那有職訓的以及親職的 我希望可以說我基金會成為一個串聯的中心 我如果可以串聯不同取向的基金會 我們一起幫助這樣子的家庭 也就是多對一的方式 我們希望我希望在20年到20年內 我可以真正幫助這個家庭站起來 我們常說嘛 我們應該是要給他魚乾 而不是給他魚吃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的是 弱勢家庭的賠力 希望他們自己有能力翻身成為 就是自己自足的家庭 那他就可以脫離這種基金會補助的方式 他可以正常的供應自己的生活所需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資源 交給到更需要幫助的人 那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比較友善的循環的公益的方式 那最後是講到就是 我們為你而讀 就是為什麼講到這個呢 因為後來我在外面講到一些基金會的計劃的時候 因緣基會認識 現在我為你而讀的創辦人 那我為你而讀其實是一個讀書會的 一個知識社群 那這知識社群在做什麼呢 就是我自己的理念是 我相信如果我們在書中裡面得到一些知識 作為自己的生命經驗 其實那就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 而我們希望把自己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 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那來我們讀書會的人 他們其實都希望聽到不管是書中的精華也好 或者是我們下午這樣的說書人 用我們自己的方式跟工作經驗去詮釋這本書的時候 他們可以聽到更多不同的角度 那這是我們讀書會的一些簡介跟照片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是每個禮拜天下午都有這樣子的活動 那其實大家來讀書會 我們後來其實發現有很多人很喜歡我們這個社群 是因為我們其實不是只是注重書的交流 我們還注重人與人的交流 因為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一本本好書 如果每個人到我們讀書會裡面 有相當的程度跟浮誇的時候 那其實對我們讀書會來說也是更難以衡量的價值 那最後就是回到焦點本身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辦這樣子的活動 不論是焦點或是我們為你而讀這樣的知識社群 我們都希望人與人在這邊產生一些許的火花 那最後帶到的是 我很想回應Antonio說的就是 我覺得台灣不是軌道 就是台灣是我們的家園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裡有什麼更多不公益 或是你覺得有什麼想改變的事情 其實你都可以讓自己成為你想要看見的改變 那這也是剛剛就是那個薛恩說到的 就是我們其實離開這裡之後 你就可以為你自己做點事情 甚至是為社會上多做一點事情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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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感谢观看